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这个达理他是做玩具的呀 跟你们有业务关系 没有关系可以建立关系嘛 力动计算想往玩具市场发展 什么呀 这得谢谢你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了 达理不是遇到困难了吗 能开发区领导找你你都不通融一下 还不允许别人失手帮一把呀 我跟你说实话吧 是中副主任找到谭副市长 谭副市长找到何董 何董呢毫不犹豫地 投医了借资给他们 是领导都出遍了啊 你看你丁丹 又阴阳怪气的 我觉得你啊 干检验检疫之后工作太久了 你现在心里都有一种毛病了 你知道吗 真的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行了 我还有事呢 我去忙去了 你忙 你忙 好的 谭副市长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力动集团为达理玩具提供帮助 为仙海市的经济发展 也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是 化工厂是重点工程 我们一定会 权衡利弊 服务好地方 请市长放心 省局也已经交代过我们 好的 再见 谭市长 阿杰 李教一下姚楚 咱们会议时间 那这样看来 对拆机复检的风险评估 是要严重之后了 一开始 我们对风险是有所顾忌的 但是真没有想到难度会这么大 最出乎意料的 孩子来自外边的压力 我探了探上面的口气 说不定省局也顶不住啊 又这么严重 是啊 省局要考虑地方工作的方方面面 不能一味的只强调 我们自己部门的工作 显然 绿东集团和哈工厂 比我们做了更多的工作 这只能证实 咱们是早有预谋了 我们要准备应变呢 王阳 有什么高招啊 我有什么高招 不潜力技情就不错了 看来我们要加快 风险评估的进度 周军 马军啊 达里的整改方案 已经进入了正常轨道 我看不如让几点客接手 把听达他们撤回来 全力涂入了化工厂方面 你看这饭都也没回来 这捉散了灰呀 你们忙着啊 我布置一下下什么工作 接下来呢 这个前军啊 白亿南和我重返化工厂 耿斌跟这个洪小莱 你们就留在局里面 协助姚处工作 好不好 您放心吧 警察 老阪 师傅 警察 警察 事情又有变化了 什么变化 我刚刚接到通知 省局让我们把评估停下来 为什么 说要我们整顿作风 整顿作风 我们作风有问题啊 作风我们有什么问题啊 对啊 对啊 我们作风什么问题啊 我们作风有问题啊 是啊 这事我也出乎意料了 不 师傅 局里面谁通知的你 周局刚才找我谈谈 听打 听打 何立东这是明显的借力打力 目的太明确了 他就是在拖延时间 等二期工程交钥匙时间一到 所有真相全被掩盖了 周局 这个案子偷了这么凶 这么多人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 这个暂且不提 现在 线索是越来越清晰 关键环节越来越明朗 真相马上就浮出水面了 你这一撤 所有的都全功尽弃了 周局 周局 当时决定进行评估的时候 您的态度是这么坚决 这关键时候 怎么就不能坚持一下 你们当上级的说停就停 说撤就撤 这是错的 工作怎么能这么做 这明白什么 这是全力干涉吗 你说完了吗 我没说完 没说完接着说 我有耐心 我也不想说了 总之我想不通 想不通也要想 我们是监管部门 但同时也肩负着 对企业的服务值呢 化工厂是个什么项目 是重点工程 如果我们不慎容对待 耽误了重点工程的上法 这算不算失职 就因为它是个重点工程 明明我们知道出了问题 我们还视而不见 当瞎子 谁让你视而不见 但如果像你这么激发 像你这么冲动 你不仅会当瞎子 你还会当笼子 当瘸子 你会被横到头破血流 整个变成一个废人 李大 这个时候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这个案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为什么会这么难 站在我面前的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对手 你要不把这些想明白 不仅会被人钳制 还会被人拦腰斩断 李大 我告诉你 没有人会打倒 只有你自己把自己打倒 我希望你不要在这儿 吓嚷嚷 好好总结一下 这次的经验教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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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餐多洋气啊 你看看 这酒啊 这个是正宗的浪费啊 我存了好些年 我平时都舍不得喝 今儿我才舍得拿出来呀 爸 别喝 老弟 你一走算来了啊 爸 这 怎么意思这是 全是西餐 回来的时候 你看 我这大菜刚做好 来 看看怎么样 好 小丁子开心了 行了 赶紧洗手 咱们一块儿吃饭 就等你了 赶紧吧 就等你了 赶紧吧 就等你了 来来来 我来倒酒 来 倒酒 倒酒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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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四姐 你也喝酒 这样 说心里话呀 干儿子 我还是喜欢吃那个 鱼香肉丝什么的 对你这洋玩意儿 我还是不习惯 不瞒您说 咱俩俩一样 我也喜欢吃鱼香肉丝 这西餐别说吃 就连做我都懒得做的 那你为什么呀 您这一说到西餐啊 那算是碰到我东哥的痛楚了 早些年啊 他去美国 穷 在一家西餐馆里边给人刷盘子 东哥 当时我忘了你说 一天得刷多少盘子来这儿 一天洗三千个盘子 这一年就得洗一百万个 我在那儿整整洗了两年 我的天哪 这没钱在哪儿都苦 他发誓要成个有钱人 这可不后来学了厨子吗 当了厨子才算挣了点钱 有了现在投资的资本 对不 东哥 行了 别说这个 来 咱们大伙吃饭 其实我觉得那鱼香肉丝 不好吃 那什么好吃啊 你看现在的孩子 所以啊 何伯伯不管自己伤痛 给你做了西餐 你喜欢吃就行 这到了美国能吃能喝 我们这些人呢咱就不担心了 对 到了美国呀 这孩子总算饿不着了 是吧 不 什么意思这是 丁达 今天有一件高兴的事 美国那家学校呢 把小丁子的入学通知 给寄过来了 大家高兴啊 所以备了韭菜庆祝一下 是吗 女儿 你怎么不跟爸爸说一声呢 给你惊喜 那你明白了吧 好啊 好啊 这样吧 东哥 咱们别吃别聊 来 丁达 你这第一杯酒啊 我得敬你 这杯酒呢有两个意思啊 这第一呢 是孩子去美国上学了 值得庆贺 第二啊 就是咱们兄弟之间 这怎么说呢 什么也不说了 都在兄弟 来 干了 王姐 这个 今天这菜呢 是你跟立东准备的啊 但是呢 这是我的跑地啊 我是地主啊 这第一杯酒得我来敬 你坐下坐下 你坐下啊 行行行 可随煮面 怎么说呢 我们哥儿仨了这么多年啊 你们对我女儿对我老妈 一直非常的关照 是吧 我跟思琴呢 也能坦诚地交流 是吧 真好 所以这么多年坚持下来 大家还能坐在一起 不容易 我得珍惜这份友情 咱可不能出什么幺儿子呀 大高兴你说什么幺儿子 能出什么幺儿子 就是 来 你说得对 咱们就为了友谊干一杯 好不好 来 来 来 祝阿姨身体健康 也为阿姨的健康长寿 咱们我们干一个 健康长 谢谢 谢谢 儿子 儿子 来 喝碗蒜汤啊 就不难受了 妈 我没喝多 老婆啊 可不许喝这么多了 你说大伙儿咱一起高兴 把自己喝成这样 我哪是高兴啊 不高兴啊 不高兴干嘛喝这么多呀 我还以为小丁同事说来了 你一高兴就把自己喝成这样 哎 儿子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干嘛说说 哎呀 说什么呀 您就甭问了 那 是不是跟口思琴又怎么了 哎呀 妈 你让我试试觉 让我试试觉啊 好吧 好好好 睡吧啊 睡着了 就什么也不想了 哎呀 你说这孩子啊 什么样上的 什么也看不出来 是全中在心里的 我刚刚接到通知 省据让我们把评估停下来 为什么 说要我们讲的作风 为什么会这么难 站在我面前的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对手 你要不把这些想明白 不仅会被人钳制 还会被人拦腰斩断 美国那家学校呢 把小丁子的入学通知给寄过来了 大家高兴啊 所以备了韭菜 庆祝一下 喂 丁大 苏勤到家了吧 什么事儿 妈 妈 那个小丁子学校那个通知是怎么回事儿 什么怎么回事儿啊 不就是通知嘛 清清楚楚的 不是 她这个上学啊 是她小姨帮着联系的 她没有告诉我呀 亏你还是她爸呢 你一点也不关心小丁子出国的事儿 我告诉你啊 是何董 打了好几次电话去催的 对方才把通知寄过来 喂 丁大 你说话呀 这么巧 什么意思呀 你就把好事当坏事了吗 你别跟我打雅弥了 赶紧的 什么事儿 不是 今天也有个事儿 也没来得及跟你讲 是这样 风险评估呢 被叫停了 我们呀也从化工厂撤回来 为什么 局里呢 接到市里的通知 说是市里的意思 这么说吧 就虽然是被迫了嘛 我觉得挺好的 真的 解脱了 这可不像你啊 一点也不像 不是 真的 真的 你看啊 这个风险评估被叫停呢 我不用担风险 是吧 二来呢 也不用再被朋友们的骂名了 真的挺好的 行了 行了 别放牢骚了 你赶紧睡吧 今天喝那么多酒 好 我就是想啊 把这事儿跟你说一下 你也没必要跟李东他们讲 好了 就这吧 早点休息 喂 何董 刚才接到丁达的电话 有些事情必须跟你汇报一下 是吗 是吗 思琴啊 我得谢谢你啊 你及时地把这消息告诉我 我觉得这说明了你对我的信任 但我得告诉你啊 这事儿我真是一点都不知道 你想想看 我如果要通过市里对他们施加压力 这种事儿我肯定之前跟你打个招呼 咱们得沟通啊 是这样呢 行了 你别想太多了 这么晚了 赶紧睡吧 好吧 有什么咱们明天说 好 晚安 怎么着 丁达把教廷的事儿告诉我私心了 这就怪了 今天吃饭 他怎么没告诉咱们俩呀 咱们没提人家要干吗说呢 他怎么说啊 丁达忍输了 未必 不会吧 照理说丁达 不会跟孔思琴撒谎吧 他不撒谎那不等于他不放烟无淡 不等于他不正话反书 我觉得他这么做呢 肯定是担心孔思琴占他了 咱们这一遍呢 那东哥的意思 是丁达在给咱们兜圈的 这个兔才呢 没完没了了 他那脾气你还不了解 他输了一场 他能这么善罢甘休吗 怎么不管他怎么想着 咱们呢得未雨绸缪 小心点啊 快点儿 这小鲜 没有了 来 行了行了 很多臭美的 再把镜头给你们用 赶紧把这打出来 我一给交上去 你这些烟不错嘛 那没办法呀 整个计查小组除了你 都很善良 我告诉你啊 等你结了婚 你干吗呢 你要我平先进啊 我帮你们收拾收拾 你们还不感谢我 不是 你要我平先进 你跟我们说 我们给你投票 你不用这样 这下这 这太阳从哪边出来的 这都是你收拾的 不然呢 行啊 有点意思啊 谢谢啊 走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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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出事了 怎么了 不是 上班这么长时间 你居然今天能比我早到 这 这不出事了吗 吓我一跳 你以为出什么事了 你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 跟那个变政处理完 然后 晚上一夜没回家 早上直接就来了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狭隘 白亦南今天不光来得早 而且把所有的卫生全做了 他现在就是咱们检验检业局的 女媒妇 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那你干了 那这不是出事的问题啊 这是出大事了 还是前去你要接你 真的出大事了 我要走了 你往哪儿走 哪儿呢 你能往哪儿走 我订了辞职报告 昨天晚上睡不着 我是想着要离开了 所以今天就来收拾手势 她 都这么看着我干吗呀 我的脸红了 不就当一次雷锋吗 雷娜 上班 你为什么不穿制服 我就想让自己 慢慢习惯着不穿 丁处 他说他辞职了 还早呢 别这么舍不得姐 来 姐抱一个 别这么舍不得姐 来 姐抱一个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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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来 来 把 来 呢 去 看不及节奋 节奋马上就设逃回你 我没资格 那是你的自由 那你不读我 人抱都不抱我一下 我就交个辞职信嘛 你舍不得 舍不得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现在也不敢想 但是你每天就坐我对面 每天骂我两句 每天一块工作 一块下班回家 我挺满足的 问题现在你要走了 你把我唯一的满足也带走了 姐又不是去死 大不了 以后姐每天给你发张照片 不过你以后要找女朋友 千万不能让她看到 要不然你们两个吵架 那责任大落担当不起 还有一点事 姐今天要订婚了 好事 订婚好事啊 你脾气这么不好 还有人要你 好事 好事 我脾气怎么不好了 我怎么就脾气不好了 钱俊 我告诉你啊 你这人哪儿都好 形象好 个子好 人品好 就唯独这张嘴 你小心以后因为这张嘴 你找不到女朋友 从来 说几句祝福姐的话 我不输服你 我不输服你 因为你根本就不爱她 好好好 来 祝孩子 幸福啊 对 谢谢 来 恭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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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立东啊 何立东 既然你不让我痛快 我也不会让你舒服了 兄弟 以后咱哥俩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今天咱俩好好喝 留个念想 马叔 就真的没有别的路 你非得自首才成 陆 陆 陆在哪儿啊 肆虐都是谁 再游下去我会淹死你 所以我只能上完报名 来 不过来 我不能 尝危 来 下水 后面 下水 下水 满 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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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丁处长 你是谁 丁处长 我就是一直你要找的马叔 我都在这儿等你好几天了 救救我 救我一命 不然的话 你就用这把刀把我给杀了 跟你说句实话 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所以我想自首 但是我希望由你们先处理我 如果必须把我们转交给其他机关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能替我说句好话 你想减罪 我想得到你的承诺 这是一个交易 你能相信我 当然 对你 几年前我就已经很了解了 好 首先你得主动到公安局去自首 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好 成交 明天一早我会去你的办公室 你把该叫的人全都叫齐了 让他们替我作证 我会主统道路地全部告诉给你 但是你一定要保密 不然的话我会死得很惨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这人你认识 而且我知道你一直在盯着他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遵守承诺替我减罪 我就会给你一个惊喜 把他的罪证交给你 停 姓丁大 你怎么样了 害怕了吧 这次啊 我只是警告你 你要是还想要你的手 那么非无原料的手 你最好别碰 我警告了吧 你最好别碰 我警告了吧 还是咱咱咱等下 你的是什么则 你死了 你还是在你死亡 你脖子 你跟我老了 你家人还没有不在书 你死亡 啊 我实在背貌 我看你的omie 你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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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得到你的承诺 这是一个教义 马叔到现在没有出现 要不就是他想法变了 要不就是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走 找周局去 找我什么事啊 周局 周局 我们正要找您汇报呢 我就是来听情况的 怎么样 等到现在也没来 他会不会是在耍我们 不想 周局 我有个请求 马叔既然自首 这就说明化工设备一定有问题 我建议恢复拆击附检 他不是还没自首吗 马叔自不自首 跟附检的结果没有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啊 他不来把事情说清楚 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证据 没有证据 我怎么说服省局啊 怎么说服人家把已经做出来的决定再撤回去 看来 马叔的四手是个关键 根据我们现在的处境 只能是从他这儿打开突破口 何立东啊 我特别找何立东 何立东啊 何立东 何立东 我特别找何立东 老老师说这个 别找何立东 何立东 何立东 你敢放我 等我出去之后我就告你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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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辞职以后 有没有想过干点什么呀 还能干吗呀 就家里那些事了 你这家里那些事 早就过下班的时间了 怎么还在外面忙着呢 我坐地铁走啊 别玩这太晚明天还上班呢 好 李楠 都订婚了 心就别瘾了 把心收收吧 你现在应该把重心 放在我这儿 马上要辞职了 你应该把重心 放在我们的事业上 我做不到 因为钱俊 几只她一个啊 几个呀 一大半呢 多了去了 你要吃醋的话呀 吃不过来 嗆死我了 再多也没用 让我吃醋 她们配吗 是啊 在你眼里 我们都是卑微的人 做的都是不欺而的事 对吗 我告诉你便上 我愿意 我跟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亲近 我天天工作 我觉得生活充实 这就是你跟他们的区别 我把话给你吊着 别说我们现在订婚了 就是我们结婚 我的心也不会在你这儿 上不上车 不上车我自己走路 姐夫请坐 别叫我姐夫 我听着心里恶心 座叔 汤米跟你说的那批设备 找到了没有 没有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不做了 不做了 你找到那批设备 把它报告给政府 然后可以拿一大笔奖金走人 这样的好事我都想做 你能不做 我不信 不做了 姐夫 我实在是别与你摧毅摘了 逼得太近 无路可走 我再打算叫政府突然自发 我这不是自首 是告密 告密 你说我告密 就冲你这句话 我今天就跟你好好白吃白吃 你吓得毒 他是我 秦贱姐 我都没告密 你 我都没去告密了 现在我为了投案 为了自保我自首 你说我告密 你良心何在啊 我亲爱的姐夫 我就一个要求你 姐姐的遗产 分我一半吧 好啊 我现在就给你 嗯 我听话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别碰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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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留着就是祸害 弄死得了 不信 再怎么说那是我小舅子 再说 我现在还弄不清楚 他和汤米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旦出了麻烦 我果不堪设行 那就更不能让他去美国了 不过留在这儿 也不是长久之计 就换个地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